金庸武侠小说《连成绝》第六回 《血刀老祖》 播讲张太元 迪云见四下里闲人见为见多 脱身更加难了 举刀一扬 喝道 快给我让开 左页下撑着那条短桨 便向东手冲去 围在街头的闲人发一声喊 四散奔逃 那四名工人叫道 采花一僧 往哪里走 硬着头皮追了上去 迪云单刀斜指 手腕翻处 已划上了一名工人的手臂 那工人大叫 拒捕杀人啊 拒捕杀人啊 水声催马走开 邦孝峰纵马上前 马鞭扬出 唰的一声 卷住了迪云手中单刀 往外一甩 迪云手上无力 单刀立时脱手飞出 邦孝峰左臂探出 抓住了他后继衣领 将他身子提起 喝道 银僧 你在两壶 做下了这许多案子 还想活命不成 右手反按剑把 星光闪出 长剑出鞘 便要往 迪云静中砍落 旁观众人齐声恶彩 好急 好急 杀了这银僧 大伙咬他一口出气 迪云身在半空 全无半分抗拒之力 暗暗叹了口气 心道 我命中注定 要给人冤枉 那也无法可想 眼见汪孝峰手中的长刀已举在半空 他微微苦笑 心道 丁大哥 不是小弟不曾尽力 实在是我运气太坏 忽文的远处一个苍老干枯的声音说道 手下留人 休得伤他尽力 王孝峰转过头去 见识一个身穿黄袍的和尚 那和尚年纪极老 肩头削尔 脸上都是皱纹 身上僧袍的质地颜色和迪云所穿一模一样 王孝峰脸色一变 指使西藏血刀僧的一派 举剑便向迪云镜中砍落 准你先杀小银僧 再杀老银僧 剑峰离迪云的头颈尚有持续 忽觉右手肿弯中一麻 以为暗器打中了穴道 他手中长剑软软的垂了下来 虽是力道全无 但剑任锋利 仍在迪云的左夹上划了一道血痕 那老僧身形如风 欺进身来 一掌将汪孝峰推落下马 左手抓起迪云 右腿一台竟在平地跨上了黄马马背 旁人上马 必是左足先踏上左蹬 然后右腿跨上马背 但这老僧既不纵月 亦不踏腾 一台右腿便上了马鞍 纵马向水声持去 水声听得汪孝峰惊呼 当即勒马 汪孝峰叫道 表妹快走 水声微一迟疑 掉转马头 那老僧已骑了黄马追倒 他将迪云往水声身后的白马鞍子上移放 正要顺手将它推落 水声已拔出长剑 向他头上砍架 那老僧见他秀丽的容貌 愣了一愣 说道 好美 手臂一探 垫中了他腰间穴道 水声一剑砍到半空 陡人间全身无力 长剑当当一声落地 心中又惊又怕 忙要跃下马来 突厥后腰上又是一麻 双腿已然不听使唤 那老僧左手牵住白马缰绳 双腿一夹 白马黄马 便叮当叮当 叮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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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的去了 王孝峰躺在臂下 大叫 表妹 表妹 眼睁睁瞧着表妹 被两个银僧裸去 后果真是不堪设奖 可是他全身酸软 竭尽平生之力 也是动弹不了半分 但听着那些工人大叫大嚷 捉拿银僧啊 血刀恶僧逃走了 拒捕伤人啊 敌云身在马背 一摇一晃的险下摔下 自然而然的伸手一抓 触手之处只觉软绵绵的 一低头 见到抓住的却是水声后背的腰间 水声大惊 叫道 恶和尚 快放手 敌云也是一惊 急忙松手 抓住了马鞍 但他坐在水声身后 两个身子无法不碰在一起 水声直掉 放开我 放开我 那老僧听着厌烦 伸过手来点了他哑血 这么一来 水声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那老僧骑在皇马背上 不住打量水声的身形面貌 咋咋称赞 很标致 了不起 老和尚厌福不浅 水声嘴巴塞哑 耳朵却是不聋 只吓得魂飞魄散 差一点被昏了过去 那老僧纵马一路西行 近见荒僻之处持去 行了一程 觉得两匹坐骑的链铃之声 太过刺耳 叮当叮当 叮铃铃铃的 显然是引人来追 当即伸手出去 将金铃铃铃铃 一个个都摘了下来 这些铃子是以金丝银丝 记载马径 顺手一扯 便扯下一枚 放入怀中之时 每个铃子都已捏扁成块 那老僧不让马蹄休息 行到向晚 到了江畔山坡上 一处悬崖之旁 见地势荒凉 四下里既无行人 又无房屋 当下将敌云从马背抱下 放在地上 又将水声抱了下来 再将两匹马 倾到一株大树之下 记在树上 他向水声上上下下的 打量片刻 笑嘻嘻道 妙急 老和尚厌福不浅啊 这才盘膝坐定 对着江水并目运功 迪云坐在他对面 思潮起伏 今日的遭遇 当真奇怪之极 两个好人要杀我 这老和尚去来救了我 这和尚显然跟宝像是一路 绝不是好人 他若去欺犯这姑娘 那便如何是好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耳听的山间松风如涛 夜鸟揪鸣 偶一抬头 便见到那老僧 游似僵尸一般的脸 心中不由得 砰砰乱跳 斜过头去 见到草丛中露出一脚素衣 正是水声 倒在其中 他几次想开口问那老僧 但见他神色俨然 用功正勤 总是不敢出声打扰 过了两久 那老僧突然徐徐站起 左足翘起 脚底向天 右足站在地下 双手张开 向着山奥里出生的一轮明月 迪云心想 这姿势我在哪里见过的 是了 宝像那本小册子之中 便会得有这个古怪的图形 但见那老僧如此遮斑站着 竟如一座石像一般 绝无半分摇晃颤抖 过了一会儿 只听到呼的一声 那老僧陡然跃起 倒转了身子 落下来 双手在地下一撑 便头顶着地 两手左右平伸 双足并拢 朝天挺立 迪云觉得有趣 从怀中取出那本册子 翻到一个图形 月光下看来 果然便和那老僧此刻的姿势 一模一样 心中请悟 这定是他们门中练功的法子 眼见那老僧 凝神闭目 全心贯注 一个个姿势层出不穷 一时未必便能练完 迪云将侧子放入怀中 心想 这老僧虽然救了我性命 但显示个邪淫之徒 他掠了这姑娘来 分明不怀好意 趁着他练功入定之际 我去救了那姑娘 一同乘马逃走 他明知此举十分凶险 可总不忍见水生 好好一个姑娘 受银声欺辱 当下悄悄转身 轻手轻脚的 向草丛中爬去 他在牢狱中 常和丁点一起练功 知道 每当吐那呼吸之时 耳聋目盲 五官功用其失 只要那老僧练功不错 自己救那姑娘 也就未必知觉 他身子一动 断腿处便疼得是难以体受 值得将全身重量都放在一双手上 慢慢爬到草虫间 兴起那老僧果然并未知觉 低下头来 只见月光正好照在水生脸上 他睁着圆圆的大眼 脸上露出恐怖之极的神色 迪云生怕惊动老僧 不敢说话 当下打个手势 意识自己前来相救 水生自被老僧掠到此处 其想 落入这两个疑伸的魔手 以后只怕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所遭的屈辱 不知将如何残酷 苦于穴道背点 别说无法动弹 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他被老僧放在草丛之中 蚂蚁蚂猛在他脸上 静中爬来爬去 已是万分难受 这时呼见迪云偷偷摸摸的爬将上来 知道他定然不怀好意 不要被自己非礼 不由得害怕之极 迪云连打手势 示意救他 但水生惊恐之中 将他的手势都会移错了 只有更加害怕 迪云伸手拉他坐起 手指大树边的马匹 意思说要和他一起上马逃走 水生全身软软的 全然做不得主 迪云若是双腿借好 便能抱了他奔下坡去 但他断腿后 自己行走 物质艰难 无论如何 不能再抱一人 唯有设法解开他穴道 让他自行 只是他不明白 点穴解穴之法 只得向水生连打手势 指着他身上各处部位 盼他一眼色适宜 何处能够解穴 水生进他身手 向自己全身各处 东指西指 不禁羞愤到了极点 也痛恨到了极点 这小恶僧 不知想些什么古怪法门 要来折辱于我 我只要身子能动 即刻便向石壁上一头撞死 免受他百端欺辱 迪云见他神色古怪 心想 多半他也是不知 眼前除了解他穴道之外 更无第二条脱身逃走之途 可是说什么也不敢开口 按道 姑娘 我是一心助你脱险 得罪莫怪 当下伸出手去 在他背上轻轻推拿了几回 这轻轻几下推柔 与解穴自然毫无功效 但水生心中的惊恐 却又增了几分 他表格汪孝峰 自幼在他家跟他父亲学艺 和他青梅竹马 秦浩尼调 父亲也早说过 将他许配给表哥 两人虽时时一起出门 行夹江湖 但相互以礼自持 连手掌也从不相处 迪云这么推拿的几下 他泪水早已扑上涨的流了下来 迪云微微一惊 心道 他为什么哭泣 想必给他点穴之后 这背心的穴道 一碰到便剧痛难当 因此哭了起来 我试试解他腰里的穴道 于是伸手到他后腰 轻轻捏了几下 这几下一捏 水生的眼泪流得更加多了 迪云大为恍惑 原来腰间穴道也疼 那便怎生是好 他知道女子身上的尊严 这胸镜腿腹等处 那是瞧也不敢去瞧 别说去碰了 宣思 我没法自己的穴道 若再乱使 那可使不得 只有背负他下坡 冒险逃走 于是握着他的双臂 要将他身子 拉到自己背上 水生气骨之急 惊怒之下 数次显一昏去 见他提起自己手臂 显示要来解自己衣衫 一口气塞在胸间 呼不出去 迪云将他双臂一提 正要拉起他身子 水生胸口这一股气一冲 雅穴突然解了 当即叫唤 个贼放开我 别碰我 放开我 这一呼叫突如其来 迪云大吃一惊 双手一松 将他摔在地下 自己站立不稳 一摔指甲 压在他的身上 水生这么一叫 那老僧立时警觉 睁开眼来 见两人滚坐一团 又听水生大叫 恶僧 你快一刀将姑娘杀了 放开我 那老僧哈哈大笑 说道 小混蛋 你兴急什么 你想先偷吃 师祖的姑娘吗 走上前来 一把抓住迪云的背心 将他提了起来 走远几步才将他放下 笑道 很好很好 我就喜欢你这种大胆 瘫花的少年 你断了一条腿 居然不怕疼 还想女人 妙急 妙急 有种 很合我的脾胃 迪云被他人误会 当真是哭笑不得 心想 我若说明真相 这恶僧一掌便送了我的性命 只好暂且敷衍 再想法子脱身 同时搭救这姑娘 那老僧道 你像是宝箱新收的弟子 是不是 不等迪云回答 咧嘴一笑 道 宝箱一定很喜欢你咯 连他的血刀僧衣也赐给了你 他那部血刀秘籍 有没有传给你 迪云先想 血刀秘籍不知是什么东西 颤抖着伸手入怀 取出那本黄纸册子 那老僧接过来翻阅一遍 又还给了他 竟拍他头顶 说道 很好 很好 你叫什么名字 迪云道 我叫迪云 那老僧道 呵呵 很好 你师父传过你练功的法门没有 迪云道 没有 那老僧道 嗯 不要紧 你师父哪里去了 迪云哪敢说宝像不是自己师父 而且早已死了 知道随口道 他 他在江里乘船 那老僧道 你师父给你说过师祖的法名没有 迪云道 没有 那老僧道 我法名便叫做邪刀老祖 你这小混蛋很能讨我喜欢 你跟着祖师爷爷 保管你享福无穷 天下美貌家人 要哪一个便娶哪一个 迪云心想 原来他是宝像的师父 问道 他们骂你 骂 骂咱们是血刀恶僧 是 师祖 是咱们这一派的长教了 血刀老祖笑道 嘿嘿 宝像这混蛋 口风也真紧 家门来历 连自己心爱的徒儿也不给说 咱们这一派是西藏清教中的一只 叫做血刀门 你师祖是这一门的第四代长教 你好好学功夫 第六代长教 说不定便能落在你的身上 嗯 你的腿断了 不要紧 我给你治治 他解开低云双腿的伤处 将断骨最准 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 倒出些药末 敷在伤处 说道 这是本门秘制的接骨伤药 灵验无比 不到一个月 断腿便平复如常 咱们明儿上荆州府去 你师父也来会骑 迪云心中一惊 荆州我可去不得 血刀老祖包好迪云伤腿 回头向水生瞧瞧 笑道 小混蛋 这妞相貌挺美 不错 当真不坏 他自称什么 灵剑双侠 他老子水袋 自居名门正派 说是中原武功中的顶尖人物 不自量力的 要跟咱们血刀们为难 昨天竟杀了你一个师叔 他奶奶的 想不到他的大闺女 却给我手到擒来 嘿嘿嘿 咱爷俩 要叫他老子丢进脸面 拨光了这妞儿的衣衫 附在马上 赶着他在一处处大城小镇游街 叫千人万人都看个明白 水大侠的闺女 是这样一副模样 水生心中碰通乱跳 吓得直想呕吐 不住转念 那小的恶声故恶 这老的更加凶暴 我怎样才能图个自尽 保住我躯底清白 和我爹爹颜面 忽听得写大老祖笑道 说得曹操 曹操便道 救他的人来了 狄云心中一惊 盲问 在哪里 写大老祖道 还在无理之外 嘿嘿 一共十七计 狄云侧耳清兵 隐隐听到 东南方山道上 有马蹄之声 但相距甚远 连蹄声也是若有若无 绝难分辨多寡 这老僧一听 便知来计数目 而力实在惊人 写大老祖道 你的断腿刚敷上药 三个时辰内不能移动 否则今后便会驳了 这一二百里内 没听说有什么大本领之人 这一十七计追兵 我去都杀了吧 狄云不愿他多伤 武林中的正派人物 盲道 咱们躲在这里不出声 他们未必寻得着 敌众我寡 是 师祖还是小心些的好 写大老祖大肆高兴 说道 小混蛋良心好 难得难得 师祖爷爷很喜欢你 伸手腰间 一抖之下 手中已多了一柄软软的面刀 刀身不住颤动 宛然是一条活的蛇一般 月光之下 但见这刀的韧风上 全是暗红之色 血光隐隐 极是可怖 迪云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剑 道 这 这便是血刀了 血刀老祖道 这柄宝刀 每逢月圆之夜 须隔人头相济 否则 风锐便捡 与刀主不利 一瞧月亮正圆 难得一十七个人 赶来替我寄刀 宝刀啊宝刀 今晚 你可以饱餐一顿人血了 水声听得马蹄声 渐渐奔进 心下暗喜 但听血刀老僧 说得十分自负 似乎来者必死 虽不能全信 也暗自担忧 心想 爹爹来了没有 表哥来了没有 又过了一会儿 月光下见到一列马 从山道上奔来 笛云一数 果然不多不少 是一十七级 但接着十七级 前尾急奔 迅疾经过扑下山道 马上乘者 并没有想到 要上来查查 水声提高嗓子 叫道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那一十七级乘客听到声音 立时勒马转头 一个男子大声哭道 表妹 表妹 正是方笑风的声音 水声带要出声招呼 血刀老祖伸指一弹 一粒石块飞胀出气 打中了他的哑穴 一十七人三分下马 聚才一起逼声商议 血刀老祖突然伸手 在地云腋下一拖 将他身子拖向起来 朗声说道 西藏清教 血刀门 第四代掌门 血刀老祖 第六代弟子 敌云在此 跟着扶身 左手抓住水声 浸后衣服 将他提了起来 叫道 水带的闺女 一做了我徒孙敌云 第十八方小妾 谁要来喝喜酒 这就上来吧 哈哈哈哈 哈哈 他有意显示 内功深厚 笑声震撼山谷 远远的传送出去 那衣食欺人 相顾骇然 进阶失色 王小枫 见表妹 被恶僧提在手中 全无抗拒之力 又说什么 做了他 徒孙敌云的 第十八方小妾 又怕他已遭侮辱 直气得五内聚焚 大吼一声 请着长剑 抢肩 向山坡上奔来 其余十六人 纷纷呐喊 杀了血刀恶僧 为江湖上 除一大害 这等凶残银僧 绝技容他不得 迪云见了这等阵仗 心中好生尴尬 寻思 这些人都当我是 血刀门的恶僧 我便有一百张嘴 也是分辨不得 最好他们打死了这老和尚 将水姑娘救出 可是 可是 这老和尚一死 我也难以活命 一时盼中原秦霞得胜 一时又往血刀老祖 打退敌兵 自己也不知到底在哪一边 血眼向血刀老祖瞧去 只见他微微冷笑 魂不以敌方人多势众为己 双手各提一人 一柄血刀咬在嘴里 更显得猙獰凶恶 在得群豪奔到二十余帐之外 他缓缓将地云放下 小心不碰动他的伤腿 等群豪奔到十余帐外 他又将水声放在地云身旁 一柄刀仍是咬在嘴里 双手插腰 叶风烈烈 鼓动宽大的袖袍 王晓峰叫道 表妹 你安好吗 水声只想大叫 表哥 表哥 去哪里叫的出声 但见表哥越奔越近 他心中混合着无尽的喜悦 担忧 一恋和感激 只想扑入他的怀中痛哭一场 诉说这几个时针中 所遭遇的苦难和屈辱 王晓峰一直在寻找表妹 东张西望 奔跑的便慢了几步 群豪中有七八人奔在他的前面 月光之下 但见山坡高处 斜到老祖 闲刀而立 凛然升危 群豪奔到离他五六丈时 不约而同的立定了脚步 双方相对片刻 猛听的一声呼吓 两条汉子并肩冲上坡去 一是金鞭 一是双刀 两人冲上树上 那是双刀的脚步快捷 一绕到了血刀老祖身后 两人一前一后 大声呼吓 同时攻上 血刀老祖略一侧身 避开双刀 身子左右闪动 一把弯刀始终掀在嘴里 突然间 左手抓住了刀柄 顺手一挥 一将那使金鞭的 劈取半个头颅 杀了一人之后 立时有钱刀在口 那使双刀的又惊又悲 将一对长刀 捂得雪花似的滚动而前 血刀老祖空手 在他刀锅中穿来插去 木得里 右手从口中抽出刀来 一挥之下 刀锋从他头顶直披至腰 群豪齐声惊呼 向后退了几步 但见他口中那柄软刀之上 鲜血滴滴流下 嘴角边也沾了不少鲜血 群豪虽然惊骇 但敌忾同仇 赤鹤声中 四个人分从左右攻上 血刀老祖向其携走 四人大声叫骂 发足追赶 愚人也是风鸣而上 只追出树杖 四人脚下 一分出快慢 两人在前 两人在后 血刀老祖呼的停步 回身急冲 红光闪动 先头两人 已燃命丧刀下 后面两人略以迟疑之际 血刀极净 煞时间伸手易出 敌云躺在草丛之中 见他顶刻连臂六人 武功之诡异 手法之残忍 实时不可思议 心想 这般打法 余下这十一人 只怕片刻间 便被他杀个干净 那可如何是好 呼听的一人叫道 表妹 表妹 你在哪里 正是灵剑双侠中的汪叫风 水声便躺在敌云的身旁 真是被写的老祖点了哑血 叫不出声 心中却在大叫 表哥 我在这里 汪叫风弯腰急走 左手不住拨动长草寻找 忽然间一阵山峰 卷起水声的一脚山子 汪叫风大叫 在这里了 扑降上来 一把将他抱住 水声喜极泪流 全身颤抖 汪叫风直叫 表妹 表妹 你在这里 紧紧的抱住了他 二人劫后重逢 什么礼仪规矩 早都跑到了九霄云外 汪叫风又问 表妹 你好吗 见水声不达 心下体 将他放下地来 水声脚一着地 身子便往后仰 汪叫风学过点穴之计 虽不精湛 却也会得基本手法 盲伸手在他腰间和背心三处穴道之上 推弓过血 解了他封闭的穴道 水声叫出声来 表哥 表哥 迪云当汪叫风走近身来 便知情势凶险 趁着他给水声推解穴道之际 悄悄爬开 水声听到草中速速有声 想起这恶僧对自己的侮辱 指着迪云对汪叫风道 快快杀了这恶僧 这时汪小枫的长剑已环入翘中 一听此言 刷的一声拔出 剑之如风 向迪云急刺而出 迪云听的水声叫唤 早知不妙 没等长剑地道 急忙向外一个打滚 幸好畜身所在 正是斜坡 顺势便滚了下去 汪小枫跟着又挺剑刺去 眼见变要刺中 突然当的一响 虎口一震 眼前红光闪动 他百忙中不及细响 顺手使出来的便是九世连环的孔雀开瓶 将长剑捂成一片光瓶 挡在身前 但听的叮叮当当 刀剑香蕉之声 密如连珠 只一瞬之间 便已相撞了三十余声 汪小枫剑法 已破得乃是水带真传 这套孔雀开瓶 翻来覆去共有九世 平时练得纯属 此刻性命在呼吸之间 敌人的刀来得更迅捷无比 哪里还说得上剑招拆招 只是自管自的肇事吉武 使这一套孔雀开瓶 便似是出于天性一般 血刀老祖连弓三十六刀 一刀筷子一刀 居然尽数给他挡了开去 群豪指桥的木为之旋 这时十七人中 已有三人为血刀老祖所杀 剩下来连水生在内 也只有九人 众人瞧的都是 手心中捏了一把冷汗 均想 零剑双侠名不虚传 只有他才挡得住血刀老丰 这般快如闪电的急功 其实血刀老祖只需刀招放慢 跟他拆上十余招 王小枫非命放血刀之下不可 幸好血刀老祖一时没想到 对方这套专取首饰的剑招 是不过是练熟了一路剑法而已 心道 好小子 咱们逗逗 到底是你快 还是我快 一味的加快强攻 群豪都想并力上前 将血刀老祖乱刀分尸 只是两人斗得实在太快 哪里插得下手去 水生关心表哥安危 虽是手钻脚软 也不敢再多等待 浮身从地下死尸手里 取过一柄长剑 上前加弓 他和表哥平时联手攻击 配合纯属 汪教风挡住了血刀老祖的攻势 水生长剑 便向敌人要害刺去 血刀老祖数十招 实作不下汪教风 心下焦躁 猛得里一声大吼 右手仍是血刀挥舞 左手却空手去抓他的长剑 汪教风大吃一惊 加快挥剑 只盼他将手指削断几根 不料血刀老祖的左手 竟是不怕剑锋 或弹或压 或挑或暗 竟将他剑招化解了大半 这么一来 汪教风和水生 历时显向还生 群豪中一个老者 瞧出势头不对 知道今晚 零剑双侠若再丧命 云下的每一个人 能活着离开此处 大叫大伙并肩的上 跟恶风拼命 便在此时 呼听的西北角上 有人长声叫道 落花流水 跟着西方也有人应道 落花流水 流水两次尚未叫完 西南方有人叫道 落花流水 这三人分出三方 高呼之声也是 或豪放或悠扬 音调不同 但均是中气充沛 内力甚高 且当老祖一惊 却从哪里 端出这三个高手来 从声音中听来 每个人的武功 只怕都不在我下 三个家伙联手加工 那可不宜对付 他心中寻思应敌之策 手中刀招 却是毫不迟缓 猛听的南边 有一个高声叫道 落花流水 这落花流水的 第四个水 拖得特长 声音滔滔不绝的传道 犹如长江大河一般 这声音 更比其余三人近得多 水声大喜 叫道 爹爹爹爹 快来 群豪中有人喜道 江南四老道了 落花流水 他那哈哈大笑 只笑出一个哈子 胸口鲜血急喷 已被血刀看中 血刀老祖听得又来一人 而此人竟是水声之父 猛的想起一事 曾听我徒儿善勇说道 中原武功中 武功最厉害的 除了丁点之外 有什么南四旗 北四怪 北四怪叫什么 风虎云龙 南四旗则是落花流水 当时我听了说道滚他妈的 外号叫做落花流水 还能有什么好角色 可是听这四个家伙的硬核之声 可着实有点鬼门的 他寻思未定 只听着四人齐声和呼 落花流水之声 从四个不同方向传来 只剩着山谷铭响 血刀老祖听声音 指四人相距尚远 最远的还在无力之外 但等着将眼前敌人一一杀了 那四人一合上围 可就不易脱身 他搓唇作笑 长声呼道 落花流水 我打你们个落花流水 手指弹触 争的一声 水声手中长剑 被他弹纵 拿捏不定 长剑直飞起来 血刀老祖叫道 迪云 预备上马 咱们可要少赔了 迪云答应不出 心中好生为难 要是和他同逃 难免陷秘越来越深 将来无可收拾 但如留在此处 历时便会被众人 砍成碎块 数半句话来分辨的 余裕也无 只听血刀老祖叫道 图孙 快签了吗 迪云转念已定 眼前总是逃命要紧 我这一生给人冤枉 还算少了 人家心里对我怎样想法 哪管的了这许多 等到血刀老祖第三次呼叫 便急答应 拾起地下一根花枪 左手支撑着当作拐杖 走到戏边牵了两批坐骑 一个是干棒的大胖子叫道 不好 恶僧想逃 我去阻住他 挺起干棒 便向迪云赶去 血刀老祖道 哼 瞧你去阻住他 我来阻住你 血刀挥处 那胖子连人带棒断为四节 愚人见到他如此惨死 忍不住骇然而呼 血刀老祖原是要下退众人的天蝉 回过长臂 拦腰抱起水声 撒腿便向牵着坐气的敌云身前奔来 水声急叫 恶僧放开我 放开我 身拳往他背上急肋 他剑法不弱 拳头却出手无力 血刀老祖皮粗肉厚 给他垂上几下 浑如不绝 长腿一脉便是伴杖 连纵带奔 几个体落便已到了敌云身旁 王小枫将那套孔雀开瓶使发了劲 一时收不住招 仍是东斩锦宇 欺骗翠林 南营艳阳 北回陈锋 一世世的驶动 他见水声再次被裸 盲狂奔坠来 手中长剑 虽扔不住挥舞 却已不成章法 血刀老祖将敌云一提 放上了黄马 又将水声放在他身前 低声道 那四个鬼叫的家伙 都是劲敌 非同小可 这女娃是人质 别让她跑了 说着 跨上白马 纵骑向东 只听得落花流水 落花流水的呼声渐进 有时是一人单呼 有时却是两人三人 四人齐声呼叫 水声大叫 表哥 表哥 爹爹爹爹爹 快来救我 可是眼见的表哥 又一次远远的落在马后 零剑双甲的坐骑 黄马和白马 乃是千钟飘 万钟选的大碗骏马 平时他二人以此自傲 常说双技绞成之快 力气之长 当时更无第三匹马提得上 可是这时为敌所用 畜生无知 乃是这般急迟快跑 马越快 离得汪孝峰越加远了 汪孝峰眼看追不上 只有不住的呼叫 表妹 表妹 一个高呼表哥 一个大叫表妹 声音哀气 迪云听在耳中 急事不忍 只想将水生推下马来 但想到 写道老祖之言 来的都是劲敌 非同小可 这女娃是人质 别让她跑了 放走水生 写道老祖定会大怒 此人残忍无比 杀了自己如在鸡犬 又想如给水生之父等 四个高手追上了 自己定也不免网送性命 一时犹豫难诀 听得水生高叫表哥之声 一时声嘶力竭 心中突然一酸 她二人情深爱重 被人活生生的拆开 我跟师妹 嘿 我跟师妹 何尝不是这样 可是 可是她对待我 几时能像水姑娘 对她表哥那样 想到此处 不由得伤心 心道 你去吧 伸手将她推下了马背 写道老祖 虽然在前带路 却时时留神后面 坐骑上的动静 呼听得水生 大教师声突停 跟着一声 阿呦 掉在地下 海盗 迪云断了一腿 置她不住 当即兜转马头 水生身子落地 轻轻一纵 已然站立 当即发足 向汪教风奔去 两人此时相聚 已有五十余丈 一个自西而东 一个自东而西 越奔越近 一个叫表哥 一个叫表妹 都是说不出的欢喜 写道老祖微笑乐马 竟不理会 稍后片刻 连见汪教风和水生 相聚已不过二十余丈 这才双腿一夹 一声呼啸 向水生追去 迪云大惊 心中只叫 快跑 快跑 对面几个幸存的汉子 见写道老祖口弦写刀 纵马冲来 也是齐声呼叫 快跑 快跑 水生听得背后马蹄之声 越来越近 但两人发力急奔之下 和汪教风之间的相距 也是越来越近 他奔的胸口 几乎都要炸裂了 西弯发软 随时都会摔倒 终于还是勉强支撑 突然之间 觉得到白马的呼吸 喷到了背心 听得写道老祖笑道 逃得了吗 水生伸出双手 汪教风还在两丈以外 写道老祖的左手 一搭上了他的肩头 他一声惊呼 正要哭出来 只听着一个熟悉 而慈爱的声音叫道 生儿别怕 爹来救你了 水生一听 正是父亲到了 心中一喜 轻身斗掌 脚下不知从哪里 伸出一股力量 移送之下 向前跃出胀雨 且当老祖的手掌 本已搭在他的肩头 静儿被他摆脱 汪教风向前一凑 两人左手 已拉着左手 汪教风右手长剑 挥出一个剑花 心下暗道 天刻连剑 师父及时赶到 便不怕那银风恶魔了 血刀老祖 黑黑冷笑声中 血刀递出 汪教风急挥长剑去阁 突见那血刀 红影闪闪 迎风弯转 镜如一根转弹一般 顺着剑锋取了下来 刀头削向他手指 汪教风若不放手撒剑 一只手掌力时便废了 他百忙中变招 也真迅竭 张心尽一吐 长剑向敌人飞制过去 血刀老祖左手弹触 将长剑向七手飞奔而至的 一个老者弹触 右手中血刀更向前身 直砍汪教风灭门 汪教风仰身相毙 不得不放开水声的手掌 血刀老祖左手回超 已将水声抱起 横放在马鞍之上 他却不拉转马头 仍是向先直驰 冲向最前面的中原群豪 拦在道中的几条汉子 见他持马冲来 齐声发喊 散在两旁 血刀老祖发出赫赫怪声 砍发一名汉子 纵马兜了个圈 向敌云奔去 突见左手 灰影一闪 长剑上反射的月光耀眼生花 一条冷纷纷的剑光 点在他胸口 血刀老祖回刀掠出 当的一声 刀剑香蕉 指阵的虎口隐隐生麻 心道 好强的内力 便在此时 右手又有一柄 长剑递出 这剑势道甚齐 剑尖画成大大小小的 一个个圈子 竟看不清 他剑招指向何处 血刀老祖又是一惊 太极剑明家道了 他尽头右臂 血刀也挥成一个圆圈 刀圈和剑圈一碰 当当树生 火花蹦剑 对方喝道 好刀法 向旁飘开 却是个身穿 信皇道袍的道人 血刀老祖叫道 你剑法也好 左手那人喝道 放下我女儿 剑中家长 掌中家剑 两股尽力一起袭道 迪云远远望到 血刀老祖 又将水生掳到 跟着 却受二人左右夹击 左手那老者 白须如银 相貌俊雅 口口声声呼吓 放下我女儿 自是水生的父亲 但见血刀老祖 每接他一见 身子便晃了一晃 此事内里 有所不如 却见西边山道上 又有两人奔来 身形快捷如风 显然也是极强的高手 迪云心想 带着那二人赶到 四人何为 血刀老祖定然不提 非死即伤 我还是及早逃命吧 转念又想 若不是他出手相救 我早给那汪孝峰一箭杀了 忘恩负义 子孤自身 他也卑鄙无耻 当下乐马相后 呼听得血刀老祖大叫 你女儿还了你吧 两手将水生 凌空抛出 越过水袋头顶 向迪云治了过来 这一下 谁都大出意料之外 水生身在半空 固然尖叫惊呼 旁人也是不约而同的 大叫起来 迪云见水生 向自己飞来 世道尽急 若不接住 是须落地受伤 芒张碧道主 这一支 力道极重 幸好迪云身在马上 大半力道 由马匹承受了去 且到老祖将水生 证出之时 一先点了他穴道 是以他只有轻刃摆布 无力反抗 大叫 小和尚 放开我 血刀老祖向水袋 急砍两刀 右向的老道 猛砍两刀 都是只攻不守 极其伶俐的招数 叫道 迪云乖孩儿 快逃 快逃 不用等我 迪云迷迷茫茫的 手足无措 但借方孝峰和另外树人 各挺兵刃 大呼 杀了孝殷僧 快不赶来 而血刀老祖又在连声催促 快逃 快逃 当即一提缰声 纵马冲了出去 本来他和血刀老祖纵马向东 这时慌慌张张 反而向西持续 血刀老祖一口血刀越矢越快 一团团红影 笼罩了全身 笑道 我要陪你美貌女儿去 不陪你这糟老头了 双腿一夹 跨上坐骑腾空而起 向拳跃出 水袋救你情急 不愿多跟他纠缠 施展登平渡水轻功 身子便如在水上飘行一般 向迪云脊椎 可是迪云胯下所成 正是水袋当年花了五百档银子 购来的大碗两马 脚成之快 除了血刀老祖所成的那匹白马 当时寒有七轮 黄马背上虽乘着两人 水袋却物质追赶不上 水袋大叫 停步 停步 大马识得他的声音 但背上迪云正次提将力推 竟不能停步 水袋叫道 小恶僧 你再不乐马 老子把你斩成十七八块 水生叫道 跌跌跌跌 水袋心痛如歌 叫道 孩儿别慌 轻客之间 一马一人追出了离许 水袋虽然轻功了得 但时刻一久 毕竟年纪老了 长力不济 和黄马相距越来越远 呼听得呼的一响 背后金刃披风 他反手回剑 炸开了血刀老祖砍来的一刀 一阵风从身旁掠过 血刀老祖哈哈大笑 骑了白马追着迪云去了 血刀老祖和迪云快奔一阵 将追敌远远抛在后面 炎剑再也追赶不上 血刀老祖生怕跑上了坐骑 这才招呼迪云暗配徐行 血刀老祖没口子称赞迪云有良心 虽见情势紧急之急 仍是不肯先逃 迪云只有苦笑 起眼看水声时 见他脸上神色恐惧中混着鄙夷 知他痛恨自己已急 这是反正无从解释 心道 你爱怎么想便怎么想 要骂我银僧恶贼 尽管大骂便是 血刀老祖道 喂 小妞 你爹爹的武功很不坏啊 嘿嘿 可是你祖师爷比你爹爹 又胜了一筹 他使尽了吃奶的力气 仍是拦不住我 水声恨恨的瞪了他一眼 并不作声 血刀老祖道 那使见的老道是谁 是落花流水中的哪一个 水声打定了主意 不管他问什么 总是给他个不理不睬 血刀老祖笑道 徒孙 女人家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迪云吓了一跳 心道 哎呦 不好 这老和尚要玷污水姑娘的清白 我怎能相救才好 心中指道 我不知道 血刀老祖道 女人家最宝贵的是她的脸蛋 这小妞不回答我的说话 我用刀在她脸上横划七刀 竖砍八刀 这一招有个名堂 叫做横七竖八 你说美是不美 说着刷了一声 将奔一盘的腰间的血刀 情在手中 水生早已拼着一死 不再打侥幸生还的主意 但想到自己 白玉无瑕的脸蛋 被这恶僧划得横七竖八 忍不住打个寒劲 转念又想 他若毁了自己容貌 说不定倒可保得身子清白而死 反而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血刀老祖将一把弯刀 在他脸上晃来晃去 微吓道 我问你 那老道是谁 你再不答话 我一刀便滑降下来了 你答不答话 水生怒道 呸 你快杀了姑娘 血刀老祖右手一落 红影闪触 在他脸上割了一刀 迪云啊的一声轻呼 转过了头 不认观看 水生一次晕了过去 血刀老祖哈哈大笑 催马前行 迪云忍不住转头 瞧水生时 只见他粉脸无恙 连一条痕衣也无 不由得心中溺喜 才知血刀老祖刀法之经 适应到了从心所欲 不差离毫的地步 是才这一刀 刀锋从水生夹边一律而过 只割下他 并边几缕绣发 肌肤却绝无损伤 水生悠悠转醒 眼泪夺眶而出 见到迪云的笑容 更是气恼骂道 你 你 你这幸灾乐祸的坏 坏 坏人 他本想用一句最厉害的话来骂他 但他平素从来不说粗俗的言语 一时竟想不出什么凶狠恶毒的句子来 血刀老祖挥刀一举 喝道 你不回答 比尔刀又砍降下来了 水生心想 反正一刀已经割了 再割几刀也是一样 叫道 你快杀了我 快杀了我 血刀老祖宁笑道 哪有这么容易 吃得一声轻响 刀锋又从他夹边掠过 这一次水生没吃去知觉 但觉着夹上微微一凉 却又不敢疼痛 又无鲜血流下 才知这老恶僧只是吓人 原来自己脸颊无损 心头一喜 忍不住虚了口长气 血刀老祖向迪云道 乖徒孙 爷爷这两刀砍得怎么样 迪云道 刀法高级了 当真了得 这两句话却是由衷之言 血刀老祖道 你要不要学 迪云心念一动 我正想不出法子 来保全水姑娘的清白 若是我缠住老和尚学武艺 只要他肯用心教我 没功夫别起邪念 我就好想法子救人 可是那非讨得他喜欢不可 便道 你这刀上功夫 徒孙羡慕得不得了 你招得我几招 日后遇上他表哥之流的小辈 便不会再受他欺辱 也免得折了你师祖爷爷的威风 他生平极难得说谎 这是为了救人 这句师祖爷爷一出口 自己也举肉麻 不由得满脸通红 水生呸了一声 骂道 不要脸 不害羞 血刀老祖大事开心 笑道我这血刀功夫 非一朝一夕所能学好 好吧 我先传你一招 批纸消服的功夫 你洗脸之时 先用一百张脖纸 叠成一叠 放在桌上 一刀横削过去 将一叠纸上的第一张 批了下来 可不许带动第二张 然后第二刀 批第二张 第三刀 批第三张 直到第一百张批完 水生是少年人的心性 忍不住插口道 吹牛 血刀老祖笑道 咱们就试上一试 伸手到他头上 拔下一根头发 水生微微吃痛 叫道 你干什么 血刀老祖不去理他 将那根头发 放在他鼻尖上 纵马快奔 其实 水生卷曲着身子 横卧在迪云身前的马上 见血刀老祖将头发 放在自己鼻尖 为干马养 不知他搞什么鬼 正要张嘴呼气 将头发吹开 只听血刀老祖叫道 别动 瞧清楚了 他六转马头 回奔过来 双马相交 一擦而过 水生只见眼前 红光闪动 鼻尖上微微一凉 随即觉到 放在鼻上的那根头发 已不在了 只听着迪云大叫 妙急 妙急 血刀老祖伸过血刀 但见刀刃上 平平放着那根头发 血刀老祖和迪云都是光头 这根柔软的长发 自是水生之物 再也假冒不来 水生又静又配 心想 这老和尚武功真高 刚才 他这一刀若是高的半分 这根头发 便劈不到刀上 若是低的半分 我这鼻尖 早给他削去了 他尺码挥刀 那笔支劈保纸什么的 更是难上百倍 迪云要讨 血刀老祖喜欢 于此滚滚而出 只不过他口齿笨拙 翻来覆去的 也不过是几句 刀法真好 我可从来没见过之类 水生 亲身领略了 这血刀神迹 在听的迪云功伟 也已不觉过分 只觉得 这人为了讨好师祖 马屁拍到这等地步 人格太过卑鄙 血刀老祖乐转马头 又和迪云并济而行 说道 至于那萧府呢 是用一块豆腐 放在木板之上 一刀刀的削薄它 要将两寸厚的一块豆腐 削成二十片 每一片都完整不破 这一招功夫 便算初步小成了 迪云道 那还只是初步小成 血刀老祖道 当然了 你想想 稳稳的站着 血豆腐男呢 还是尺马鸡冲 在妞鼻尖上 须头发男 啊 哈哈哈哈 迪云又恭维道 祖师爷爷天生的大本事 不是常人所能及的 孙徒只要练到祖师爷爷的十分之一 也就心满意足了 血刀老祖哈哈大笑 水生咋骂 肉麻 卑鄙 要迪云这老实人 说些油腔滑掉的言语 原是颇不容易 但自来拍马屁的话 第一句最难出口 说的多了 居然也顺流起来 好在血刀老祖 却有人所难能的武功 提音这些赞誉 倒也不是违心之论 只不过依他本性 绝不肯如此宣之于口而已 血刀老祖道 你姿势不错 只要啃下骨功 这功夫是学的会的 好 你来试试 说着 伸手又拔下水生一根头发 放在他鼻尖上 水生大惊 一口气便将头发吹开 叫道 这小和尚不会的 怎能让他忽视 血刀老祖道 功夫不练就不会 一次不成 再来一次 两次不成 便练他个十次八次 说着 又拔了他一根头发 放在他的鼻尖 将血刀交给迪云 笑道 你试试看 迪云接过血刀 向横卧在身前的水生桥里一眼 见他满脸都是愤恨恼怒之色 在眼光之中 终于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他知迪云从未练过这门刀法 如果照着血刀老祖的模样 将这利刃 从自己鼻尖上掠过 别说鼻子定然被他一刀削去 多半连脑袋也给劈成两半 他心下滋味 这样也好 死在这小恶僧的道下 剩余受他二人的侮辱 话虽如此 想到真的要死 却也不免害怕 迪云自然不敢贸然辩辟 奔道 祖师爷爷 这一刀劈下去 手劲需得怎样 血刀老祖道 腰劲运肩 兼通于壁 必须无尽 万居无力 接着便解释怎样才是腰劲运肩 要怎样方能兼通于壁 跟着取过血刀 说明什么是无尽胜有尽 无力既有力 水生听他解说这些高深的武学道理 不由得暗暗点头 迪云听得连连点头 安然道 只可惜徒孙受人陷害 穿了琵琶骨 割断了手巾 再也使不出力来 血刀老祖问道 怎样穿了琵琶骨 割断了手巾 迪云道 徒孙给人拿在狱中 吃了不少苦头 血刀老祖呵呵大笑 和他并济而行 叫他解开衣衫 露出尖头 裹剑他肩骨下剑 两边琵琶骨上 都有铁链穿过的大孔 伤口伤为愈合 而右手手指被截 必经被割 就武功而言 可说是成了废人 至于他被零剑双颊 纵马踹断腿骨 还不算在内 血刀老祖只瞧得直笑 迪云心想 我伤得如此惨法 亏你还笑得出来 血刀老祖笑道 你伤了人家多少闺女 嘿嘿 小伙子一味好色滩花 不顾身子 这才失手 是不是 迪云道 不是 血刀老祖笑道 老是招来 你给人拿住 送进牢狱 是不是受了女子之泪 迪云一愣 心想 我被万之山小气陷海 说偷钱拐逃 那果然是受了女子之泪 不由得咬着牙齿 恨恨的道 不错 这贱人害得我好苦 终有一日 我要报此大仇 水生忍不住 插口骂道 你自己做了许多坏事 还说人家泪你 这世上的无耻之徒 以你小 小 小和尚为首 血刀老祖笑道 你想骂他 小银僧 这个银子 却有点不便出口 是不是 小妞好大的胆子 孩儿 你将他全身一删除了 拨得赤条条的 咱们这边也给他看看 瞧他还敢不敢骂人 迪云之地 含含糊糊的答应一声 水生怒骂 小贼 你敢 此刻 他丝毫动弹不得 迪云若是轻薄之徒 依着血刀老祖之言而行 他又有什么法子 这你敢两字 自不过是 无可奈何之中 许声恫吓而已 迪云见血刀老祖 显眼吟笑 眼光不住的在水生身上 转来转去 现实不怀好意 心下盘算 怎么方能倚准他的心思 别尽打着姑娘的主意 问道 祖师爷爷 徒儿做个废料 还能练武功吗 血刀老祖道 那有什么不能 便是两双手两只脚 一起斩断了 也能练我 血刀们的功夫 迪云叫道 那可好极了 这一声呼叫 却是真诚的喜悦 两人说着话 暗将徐行 不久转上了一条大路 呼听着锣声当当 跟着司竹齐奏 迎面来了一对迎亲的人众 共是四五十人 簇拥着一顶花轿 轿后一人披红带花 浮色光艳 骑了一匹白马 便是新郎了 迪云一拨马头 让在一旁 心中坠坠 生怕给这一干人 瞧破了行藏 血刀老祖 却纵马直冲过去 众人大声吆喝 喂 喂 让开 干什么 臭和尚 人家做喜事 你还不避开 也不图个吉利 血刀老祖 冲到迎亲队之前 两丈之处 勒马停住 双手插腰 笑道 喂 亲娘子长得怎么样 君母君啊 迎亲队中一条大汉 从花脚中 抽出一根轿杠 抢出队来 声势汹汹地喝道 狗贼秃 你活得不耐烦了 那根轿杠比手臂还粗 有一杖来长 他双手横持 倒也微风凛凛 血刀老祖 向敌云笑道 你瞧清楚了 这又是一路功夫 身子向前一探 血刀颤动 刀刃便如一条 吃脸蛇一般 迅速无伦地 在轿杠上爬行而过 随即收刀入鞘 哈哈大叫 迎亲队中有人喝骂 老贼秃 你瞎了眼吗 想画员也不减时辰 骂声未决 那手持轿杠的大汉 啊呦一声 叫出声来 只听得啪啪啪 一连串轻响 一寸寸两寸来长的木块 掉在地下 他双手手握 也只是两块数寸的木块 原来 视材这顷刻之间 一根杖矩长的轿杠 已被血刀 砍成了数十节 血大老祖哈哈大叫 血刀出鞘 直一下横一下 当时将那大汉 结成四节 贺道 我要瞧瞧新娘子 是给你们面子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众人见他 清天白日之下 在大道之上 如此行凶 无不下的魂飞魄散 胆子大些的 发一声喊 刺散走了 一大半人 却是脚都软了 有的人连屎尿 也吓了出来 哪敢动弹 血刀老祖 血刀一晃 已割去了花轿的帷幕 左手抓住 新娘胸口 拉了出来 那新娘 尖声嘶叫 没命的挣扎 血刀老祖 举刀一挑 将新娘 遮在脸前的 狭皮削去 露出他 惊慌失色的脸来 但见这新娘 不过十六七岁 年纪 还是个孩童模样 相貌 也颇丑陋 血刀僧 呸了一声 一口痰 往他身上吐去 说道 这样丑怪的女子 做什么新娘 血刀一晃 竟将新娘的鼻子 割了下来 那新郎将在马上 只是瑟瑟发抖 血刀老祖叫道 孩儿 再瞧我一路功夫 这叫做 欧亲力血 说着 手一扬 血刀脱手飞出 一流红光 竟将马上的新郎射去 他血刀脱手 随即纵马前冲 快马绕过新郎 飞身跃起 长臂探手 将血刀抄在手中 又稳稳的坐上了马鞍 那新郎胸口穿了一栋 血如喷泉 身子慢慢垂下 搞撞下马 原来那血刀穿过他身子 又给血刀僧接在手里 迪云一路上敷衍血刀僧 一来心中害怕 二来他救了自己性命 于己有恩 总不免有感激之意 此刻尽他伤害新娘 又连杀二人 这三人和他毫不相识 竟然吓死毒手 不由得气愤填膺 大声叫道 你 你怎可如此滥杀无辜 这些人爱着你什么事了 血刀老祖一愣 笑道 我生平就爱滥杀无辜 要是有罪的才杀 世上哪有这许多有罪之人 说到这里 血刀一扬 又看去迎亲队中一人的脑袋 迪云大怒拍马上前 叫道 你 你不能再杀人 血刀老祖道 小娃 你一见到流血就怕 是不是 那你有什么屁用 便在此时 只听着马蹄声响 有数十人自远处追来 有人长声叫道 血刀僧 你放下我女儿 咱们两下罢休 否则 你便逃到天边 我也追你到天边 听来马蹄之声尚远 但水带这声呼叫 却是字字清晰 水声喜道 爹爹来了 只听着四个人声音齐声叫道 落花流水兮 水流花落 落花流水兮 水流花落 四人嗓音各自不同 或苍老 或雄壮 或悠扬 或高亢 但内力之后 各善盛场 血刀僧皱起眉头 骂道 中原的狗贼 偏有这许的臭章指 只听水带诱道 你武功在强 绝技难敌我 难自其 落花流水 联手相攻 你将我女儿放下 大丈夫 言出如山 不再追你就是 血刀僧 心下寻思 是才已见识过水带 和那老道的功夫 一对一相斗 我绝技不拒 他二人联手 我便苏多营少 非逃不可 他三人联手 我是一败涂地 只怕逃也逃不走了 四人联手攻我 血刀老祖 死无葬身之地 这些中原江湖中人 说话有什么狗屁信用 捋着这妞儿为之 尚有腾挪余地 一将他放走 便是他们 占尽上风的局面了 当下一声吆喝 灰鞭往迪云所成的马屯上抽取 一提江 纵马向其奔驰 提起内力 回过头来 长声叫道 水老爷子 水刀门的两个和尚 都已做了你的女婿 第四代掌门是你女婿 第六代弟子也是你女婿 掌人追女婿 口水点点滴 尿急 尿急 水呆一听之下 气得心胸几乎炸破 他早知血刀门的恶僧 奸淫烧杀 无恶不作 师徒二人一同侮辱自己女儿 在他血刀门 事数寻常 别说真有其事 但是这几句话 已势必让人在背后 说上无穷无尽的 无言会语 一个称霸中原数十年的老英雄 今日竟受如此折辱 若不将血刀师徒碎痴万段 日后如何做人 当下催马力追 这时随着水带一起追赶的 除了和水带齐名 并称南自齐的鹿花流三老之外 尚有中原三至余名好手 或为捕头镖克 或为著名全知 或为武林隐医 或为帮贵首脑 血刀门的纵恶僧 最近在湖广一带闹得天翻地覆 不分青红皂白的作案 将中原白道黑道的人物 尽都得罪了 武林群豪动了公愤 得知讯息后 大伙都追了下来 军决 这不只是铸水带 夺还女儿而已 若不将血刀门 这老少二恶僧杀了 所有的中原武林人士 均是脸上无光 群豪一路追来 每到一处周线集市 便调换坐骑 众人换马不换人 在马背上绝吃干粮 可惜清水 便有脊椎 血刀老祖虽然意识闲暇 仗着坐骑神骏 遇到茶铺饭店 往往还打家休息 但住宿过夜 却终究不敢 便因中原群豪追得甚紧 水生这数日中 终于保得清白 如此数日过去 已从湖北 追进了四川境内 梁胡群豪 与巴蜀江湖上人物 向来生气相通 川东武人 亦得到讯息 纷纷加入追赶 再到渔州一带 川中豪杰不甘好人 又都参与其事 他们与此事 并非切身相关 但反正有胜无败 正好凑凑热闹 结交朋友 也显得自己 意气为重 待过的渔州 追赶的人众 已越过二三百人 四川武人 有钱者多 大批罗马 跟随其后 运送一备粮食 只是 这三人得到讯息之时 血道老祖和敌云 水生已然吸去 只能随后追赶 却不及迎头拦截 那些西属武人 慰问一番之后 都道 哎 早知如此 我们拦在当道 说什么 以不放那老少 两个银分过去 总要救得水小姐脱险 水袋口中道歉 心下却甚愤怒 说这些废话 有屁用 凭你们这几块料 能拦得住 那老少二僧 这一前一后的追逐 转眼间将近二十日 邪道老祖 几次转入岔道 想将追赶者匹下 但群豪中有一人是来自关东的马贼 善于追踪之术 不论写道老祖如何绕道转弯 他总是能跟踪追道 只是这么一来 一行人越走越荒僻 已深入川西的崇山峻岭 群豪军之写道僧是想逃回西藏老家 一到了他老巢 写道门本门 僧众已然不少 再加上奸党银棚 势力雄厚 那时再和中原群豪一战 又倒是强龙不斗地头蛇 胜败之数就难说了 过的两天 忽然下起大雪来 其实已到了西川边陲 更像西行 便是藏边 当地已属大雪山山脉 地势高峻 遍地冰爵 马蹄滑柳 寒风彻谷 那时不必说了 最难受的是人人心跳气喘 除了内功特高的数人之外 于人均敢周身疲乏 恨不得躺下来休息几个时辰 但参与追逐之人 个个颇有冥王来头 谁都不肯示弱 一知坏了一世的名声 这几日中 极大多数人以蒙退职 若有人倡议罢手不追 有一大半人 并要归去 尤其是川东川中的豪杰之中 颇有一些养尊处优的富士子弟 武功虽然不差 却吃不起这等苦头 有的眼见周遭地势险恶 心生惬意 借故落后 更有的趁人不觉 悄悄走上了回头路 这一日中午时分 群豪追上了一条陡峭的山道 忽见一匹黄马 倒闭在道旁雪堆之中 正是汪孝峰的坐骑 水带和汪孝峰大起 七声大叫 恶贼倒了一批坐骑 咱们快追 银僧逃不掉了 群豪精神一阵 都大声欢呼起来 叫喊声中 忽见山道西侧 高峰上一大片白雪 缓缓滚降下来 一名川西的老者叫道 不好 要雪崩 大伙退后 话声未闭 但听得雷声隐隐 山头上滚下来的鸡血 渐多渐速 群豪一时不明所以 七张八嘴地叫道 那是什么 雪崩有什么要紧 大伙快追 快快 想过这条山岭再说 只隔得片刻 隐隐的雷声 已变作轰轰隆隆 震耳欲隆的大响 众人这时才给害怕 那雪崩初时相距甚远 但从高峰上一路滚降下来 沿途夹带大量积雪 更有不少岩石随而聚下 声势越来越大 道得半山 当真如群山齐烈 怒潮俱至一般 说不出的可不可畏 群豪中早有数人 拨砖码头奔逃 渔人听着那山崩壁裂的巨响 似觉头顶的天也塌了 一起压针下来 只吓得心胆剧烈 也都纷纷回马快奔 有几匹马吓得呆了 竟然不会举足 马上乘个见情势不对 只得跃下马背 展开轻弓几尺 但雪崩比至马持人奔 更加逊捷 顷刻间便已滚到了山下 逃得较慢之人 立时被压在如山如海的白雪之中 连叫声都立时被雪淹没 任他武功再高 那是半点施展不出了 群豪只逃过一条山坡 眼见崩冲而下的积雪 被山坡挡住 不再涌来 个人又各奔出数十丈 这才先后停步 但见山上白雪乌滋如山红爆发 河堤陡绝 滚滚不绝的冲降下来 瞬息之间便将山道谷封住了 高耸树十丈 平地陡升雪风 众人待了两久 才纷纷议论 都说 血刀僧师徒二人恶贯满盈 葬身于寒冰积雪之下 自是人心大快 不过死得太过容易 倒是便宜了他们 更累得如花似玉的水生 和他们同死 也有人惋惜相识的朋友 死于非命 但个人大难不死 谁都庆幸逃过了灾节 为自己欢喜之情 远胜于痛惜朋友之死 个人惊魂烧定 简点人数一共少了12人 其中有领剑双侠之一的汪教峰 以及南四骑落花流水四人 水带关心爱女 汪教峰牵挂爱吕 自是奋不顾身的追在最前 其余三骑因与水带的交情与众不同 也是不肯落后 想不到这一意中 明镇当世 武功绝伦的南四骑 竟然以其葬身在川藏之交的大雪山中 个人叹息了一番 遍及密路下山 大家都说 不到明年夏天 领上的百丈积雪绝不消融 死者的家属便要前来收尸 也得等上大半年才行 有些人心中暗暗还存在一个念头 只是不便工人说出口来 南四骑和领剑双侠 这些年来得了好大的名头 耀武扬威 不可一世 死得好 死得妙 写的老祖带着敌云和水生一路西逃 敌人虽越来越重 但他离西藏老巢却越来越近 只是连日赶路 再将上漫天风雪 山道崎岖 所成的两匹粮居 角力再强 也已支持不住 这一日 黄马终于倒闭到旁 白马也是一脖一拐 眼看便要补黄马的后尘 血刀老祖眉头深皱 心想 我一个人要脱身而走 那是容易之急 只是徒孙的腿脖了 行走不得 再让这美貌的女娃给人夺了回去 事事心又不甘 他想到此处 突然凶兴大发 回过身来 一把搂住水生 便去折他衣衫 水生吓得大叫 你 你干什么 血刀僧喝道 老子不带你走了 你还不明白 低云叫道 师祖 敌人便追上来了 血刀僧怒道 你啰嗦什么 便在这危急的当口 呼听的头顶 嬉嬉瑟瑟瑟 发出一声 抬头一看 山峰上的鸡血 正滚滚而下 血刀僧就在藏边 见过不少次血崩大灾 他便在狂悍凶吟十倍 也不敢和这偏向奇变作对 连叫 快走 快走 游牧一扁之间 只见南边的山谷 隔着一个山峰 过去能不受波及 当下情势危急 无暇气死 一拉白马 发足便向南边山谷中奔去 饶是他无法无天 这时脸色也自变了 这山谷之旁的山峰上 也有鸡血 鸡血虽受不了声音震荡 往往一处雪崩 带动四周群峰上 鸡血进阶滚落 血刀老祖展开轻功即行 白马驮着狄云和水生二人 一拨一拐的 奔进了山谷 这时雪崩之声大作 血刀老祖望着身侧的山峰 悠行于色 这当真所谓听天由命 自己做不起半点主 只要身侧山峰上的鸡血 也崩降下来 那便万事皆休了 血崩从起始到全部止息 也只一阵茶功夫 但这短短时刻之中 血刀僧 笛云水生三人 全是脸色惨白 你望望我 我望望你 眼光中流露出恐惧之极的神色 水生望了自己在片刻之前 还只盼历史死了 免遭着银僧师徒的侮辱 但这时天地急变之际 不期而然的对血刀僧和迪云 生出依靠之心 总盼这两个男儿汉 有什么法子能助自己 拖此灾难 突然之间 山峰上一块小石子 孤溜溜的滚江下来 水生吓了一跳 肩生呼叫 血刀僧伸左掌按住了他嘴巴 右手啪啪两下 打了他两记巴掌 水生两边脸颊 灯时红肿起来 幸好这山峰向南 多受阳光 积雪不厚 风上滚下来的一块小石之后 再无别物滚下 过得片刻 血崩的轰轰声渐渐止歇 血刀僧放脱了 按在水生嘴上的手掌 和迪云二人同时 输了一口长气 水生双手掩面 也不知是宽心 是恼怒 还是害怕 血刀僧走到谷口 巡视了一遍回来 满脸都是欲怒之色 坐在一块山石之上 不声不响 迪云问道 祖师爷爷 外面怎样 血刀僧怒道 怎么样 都是你这小子累人 迪云不敢再问 知道情势甚是不妙 过了一会儿 终于忍不住诱导 是迪人把守住谷口吗 苏师爷爷 你不用管我 你自己一个走吧 血刀僧一生都和 凶恶艰险之徒为伍 不但所集交的朋友 从无真心相待 连清传弟子 如宝像 善勇 圣帝之辈 面子上对师父十分敬畏 心中却无一不适 而于我诈 只求损人利己 这时听迪云叫他独自逃走 不由得甚是欣慰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赞道 乖孩子 你良心到好 不是敌人把守谷口 是急血风谷 数十丈高 数千丈宽的大雪 不到春天雪荣 咱们再也走不出去了 这荒谷之中 有什么吃的 咱们怎能挨到明年春天 敌云一听 也觉局势凶险 但眼前最紧迫的危机已过 纵使心中已宽 说道 你放心 传道桥洞自毁直 就算饿死 也剩余在那些人手中 受尽折磨而死 血刀僧咧嘴一笑 道 乖孙说得不错 从腰间抽出血刀 站起身来 走向白马 水生大惊 叫道 喂 你要干什么 血刀僧笑道 你倒猜猜看 其实水生早就知道 他是要杀了白马来吃 这白马和他一起长大 一向就如是最好的朋友一般 盲叫 不 不 这是我的马 你不能杀 血刀僧道 吃完了白马 便要吃你了 老子人肉也吃 为什么不能吃马肉 水生求道 求求你 别害我的马儿 无可奈何之中 转头向迪云道 请你求求他 别杀我的马儿 迪云见他这副情急可怜的模样 心下不忍 但想情世至此 哪有不载马来吃之理 吃完了马肉 只怕连马鞍子 也要煮熟了来吃 他不愿见水生的伤心神情 只得转过了头 水生又叫道 求求你 别杀我的马儿 血刀僧笑道 好 我不杀你的马儿 水生大喜 道 谢谢你 谢谢你 呼听着吃的一声轻响 血刀僧狂笑声中 马头已落 鲜血急喷 水生连日疲乏 这时惊痛之下 竟又昏了过去 戴德悠悠行转 便闻得一股肉香 他度饿已久 闻到肉香 不自禁的欢喜 但神之略醒 立即知道是他爱马 在惨遭烤制 一睁眼 只见血刀僧和迪云 坐在石上 手中各捧一大块 烤得焦黄的烧肉 正子张口大嚼 石旁生着一堆柴火 一根粗柴上 吊着一只马腿 屋子在火上烧烤 水生悲从中来 失声而哭 血刀僧笑道 你吃不吃 水生哭道 你这两个恶人 害死了我的马儿 我 我定要报仇 迪云好生过意不去 欠然道 水姑娘 这血谷里 没别的可吃 咱们总不能 眼睁睁的饿死 要好马吗 只要日后 咱们出的此谷 总有法子找到 水生哭道 你这小恶僧 假装好人 比老恶僧还要坏 我恨死你 我恨死你 迪云无言可答 要想不吃马肉吧 实在是饿得难受 心道 你别恨死我 我也不得不吃 张口 又往马肉上咬去 血刀森口中 咀嚼马肉 邪目瞧着水生 含含糊糊的道 味道不坏 当真不坏 嗯 过几天 烤着小妞来吃 未必有着马肉香 又想 吃完了那妞 只好 靠我这乖徒孙来吃了 这人很好 吃了可惜 嗯 留着他最后吃 总算对得住他 两人吃饱了马肉 在火堆中又加些枯枝 便已在大石上睡了 笔云朦胧中 只听得水声 抽抽烟烟的 哭个不停 心中突然自伤 他死了一匹马 便这么哭个不住 我活在世上 却没一人牵挂我 当我死时 看来连着牲口 也还不如 不会有谁 为我流一滴眼泪 第六回 完 要不再 要不再 吃的 呀 这 你 Tip